我先介紹我們實驗室的器材 老實講我們雖然不是什麼大學校有錢實驗室 但是這些基本的東西我們都有 這個跟這個哪裡不一樣 我教你看英文 這叫Oven 這叫Incubator Oven就是加熱 Incubator可以降溫 再來是Oven的話 它一定是比室溫更高 室溫貨更高 Incubator可以降溫 我講個故事你就懂了 我讀碩士班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老師 他有我們知道教授他生日 然後我們實驗室有一台很大台 比這個還要大台的Incubator 然後有人就把它射到四度期 就買了生日蛋糕 然後來幫老師慶生 再來是Incubator的話 他的正規的翻譯叫做敷暖器 對 因為在早期一兩百年前兩三百年前 歐美的話 他們養比較多的雞 他們叫敷暖器去把蛋敷出來 後來這個字用在我們大學裡面 叫做大學的育成中心 就是你要開創 開公司的時候會用這個敷暖器 所以你會發現他字不一樣 以後你在未來實驗室在公司看到Incubator的時候 代表他降溫功能可以降溫到四度期三度期 看到性能 如果他寫Oven的時候呢 他只有加熱功能 好那今天我跟他示範的是這台Oven 這台的話呢我先講 這個是學當姐做的東西 我們現在要用一百二十一百七十度C 但是我現在不用 為什麼呢 因為裡面有塑膠 所以我只有示範 示範的時候來這邊打開 打開完之後我要射到一百四 跟這個我要射到一百七 其中有兩個數字對不對 下面寫一百 上面寫二七四 所以你可以推測什麼 你可以推測一件事情就是說 上面這個是現在溫度 正在升高到一百 你看我這邊怎麼樣 這邊有個箭頭往左邊 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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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下來 就變0度 這樣就變成 Unset 這樣就設定60度 好OK喔 再來是喔 這邊有左邊的箭頭 一百度 一百 七十度 按最左邊 set 搞定 它就會升到一百七十度去 但是因為裡面有塑膠 我不會讓大家用這個東西 不然會出問題喔 好來 那我現在呢 我先把它調到 調到六十度 按下設定 到六十度對不對 等一下你們每個人都來設定喔 然後我先關機 然後我先關機 開機 設一百七 讓它跑 然後呢 然後呢 然後這東西實際上是關機的狀態 關機的狀態 關門狀態 然後設到一百七之後呢 好搞定 假設我是考官 說OK 你就把它結束 一百五十度 到一百二十度 就好了 很多 一百五十度